早安 早安 現在是早上4點30分 我們要去搭4點50分的小火車隊 去對高越車站 看日出 快點很快就睡著了耶 還是很近 很近在那裡 現在要穿牙齊了 怕起不來 是不是覺得應該要再準備帽子跟手套 好多人喔 不覺得很有在日本 參加什麼活動感覺 在日本真的好冷喔 喔 手中開門謝謝 超美 駐山觀日平台右邊 欸 走哩 小麗圓 我們走這裡 我們現在要前往駐山車站那邊 是啊 駐山車站 先到駐山車站才會到小麗圓 他現在車子只有開到對高越車站 朋友繼續往前開 所以要繼續往前 還要用走的 小麗圓 走 我們跟他們是小麗圓 哇 駐山車站好多人啊 到了 裡面地上有冰耶 對啊 好滑 阿底山最高的觀景台 小麗圓觀景台 小麗圓觀景台 好多人 哇 好多人 已經中找到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昨晚就到這邊 不是吧 他們是做那個吧 地上都有冰耶 因為它如果 凹下去就快兩分鐘 然後撲起來 撲起來就 撲起來就 撲起來 這邊都在玉山主峰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們 看完之後 建議你們 向後看一下 這個叫八卦平台 正中央 就是北回饋線 經過的地方 等一下你們太陽出來之後 歡迎你們輪流去拍照 做一個 全身經脈唱通 玉山 日出 中央山脈 然後雪山 然後雪山 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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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這裡 是 如果要拍照 拍照 這裡 最好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找到他們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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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往往裡 走過來 走過來 出來吧 從玉山那邊出來 嗨 我們在小麗園觀景海 看日出 看 看 這都是日本人見的喔 看地上抓雅山 對啊 日出 雲海 哇 好 我們現在去那個小木屋 剛才那個導覽小姐做的 可以去小木屋看看 看他出來 有個美景 然後來到他下面的這間小木屋 然後他 一樓呢有展覽空間 二樓有吃東西的地方 就是我們賣了200年 一時 國家公文最高茶園 就是這個 就一定茶經在介紹 文靠百 覺得他文靠百 哪裡可以看地址 其實等一下就會出來 金軒 這個要聞 他都沒聞到很可憐 手機聞 很香 迎著陽光 這三種就是最具影響力的 總統府指定伴手禮 就這樣迎著陽光灑下來 就是看這個地方那邊 第一大光芒灑下來 最高茶園 走進來就花了2800塊 你都不知道 好 來看一下他這邊的菜單 有什麼東西 就是像我們剛剛買的那些茶 總統會煸茶什麼的 然後在後面就是 一杯茶 會送小點青醬 喔 小的那個戚風蛋烤 這都多少錢 100多 200多 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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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哪裡 要去找地 在哪裡 在哪裡 看到了 看到了 沒有 沒有 好香喔 這邊整個都是 木頭香味 看到了 好肥喔 我以為我看到100塊鈔票在走耶 一千吧 一千塊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我們剛才回來 然後休息一下 好 check out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吃個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再來 最後玩一下這個地方 吃完早餐 再去什麼那邊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鐮堡早餐 它這邊的早餐 就是跟一般的後面一樣 有一些蛋餅啊 飲料啊 就是吃這個 然後它這邊有 比較特別就是高級風味的食材 好 那在等早餐的時候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兩天下來 玩下來的功率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售票口陽廳這邊呢 我們可以先上網 黑路買 買一中一的票 200塊 200塊兩個人就可以了 然後進來呢 這一區就是會有 要便宜的住宿區 然後還有商店區 商店區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 像是餐廳啊 然後小吃 如果說人多的話呢 可以去吃餐廳 那如果人少的話呢 就是小吃 然後來到這邊呢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郵局 漂亮的郵局 還有那個神木7 然後接下來呢 在這個森林遊樂區區域裡面 這邊呢 就是會有幾間表會的飯店 然後這邊之後呢 就不能開車進來 建議大家呢 可以看看用走路的 能走的話呢 就可以走到早餅車站 這一個就是像是早餅車站啊 然後姊妹坦啊 然後看幾顆神木啊 英知道啊 林知道啊 這個地方 然後運氣好的話 也可以看得到火車進步 這樣子 然後除了自己用走路之外呢 在這個園區裡面 可以選擇搭火車 或者是搭遊園車 那搭火車呢 就是在我們這一塊 阿里山火車站這邊搭火車 火車呢 可以選擇搭到早餅 或者是搭到神木 或者是搭到最高月站 最高月站 就是看火車的地方 然後在我們住的地方 的上面一點點 這邊 這邊呢 就可以選擇搭遊園車 遊園車呢 它可以選擇到 也是可以到神木區 然後也可以到燒兵車站 然後在神木區這邊呢 就是比較遠一點 就是這邊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巨大這個神木遺跡啊 然後還有28號巨木遺的這邊 這個是 來到這邊大家都會看 玩的呢 還有這個水山巨木這個 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從燒兵車站 這邊開始慢慢走 來這邊必玩的呢 就是 早上呢 搭火車 到 最高月觀景台 然後 再看自己的體力呢 要不要走到 駐山觀景台 還有小麗園觀景台 那如果說來到這邊呢 想要拍心情 拍平衡的話 那就是小麗園觀景台 其他地方 都是非常多公開的地方 一種方式呢 比較辛苦就是 走這個駐山觀之步道 走上來慢慢走 走到小麗園觀景台 然後 比較輕鬆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 打他們晚上的 觀景列車 大概是7點多的時間 打觀景列車 到小麗園觀景台 之後呢 然後 就跟他說 不要 用走到下山 不要搭火車 然後在這邊慢慢的 就可以在小麗園觀景台 那邊拍到銀河 我們點了一個高山高麗圈 蛋餅 跟一個捲餅 然後還要加咖啡跟手間 我們買到神木的火車票 一個人一貸快 對 10點 這位是神木的火車耶 真的 很酷 真的 很酷 在打火車的時候 你會想到你阿公以前在這裡做火車耶 會啊 來到這裡也可以想到阿公以前 來到這裡也可以想到阿公以前 在這裡工作 對 當伐木工人 對 當伐木工人 對喔 我們現在在這個2號神木站道這邊 對 哇 這裡很厲害耶 對不對 對阿 這裡真的是可以走好久 那我們要去看那個28號巨木阿 嗯 就是走這裡上去 對 然後可以繞一圈 這裡其實沿途都是巨木阿 對阿 喔 在阿里山巨木群裡面的這個28號的巨木 就是它的樹林最久 最大顆的一個 去看看它的質量 它有多大呢 中高直徑4公尺 樹高45公尺 樹林約 一千零 一千年到兩千 一千一百年 對阿 有沒有覺得我們 以前只要放假 一有長假的時間 然後就想要出國 就不會想說在台灣裡面玩 所以就忽略了一些台灣的美景 對阿 就沒有來過 那我趁現在 不能出國的時候 哇 玩到好多地方 還是覺得台灣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 還是有很多地方沒去過耶 在這巨木群站到裡面 隨隨便便都是超級大的巨木 都超過幾百年以上 對 你看一顆比一顆大 這裡有一個很大 對阿 印象中以前 來這邊跟阿公拍照呢 就是在這個巨木前面 然後兩個人站直直的這樣拍照 對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了 我覺得這邊真的很漂亮 很適合家族旅遊的時候來玩 然後來這邊我覺得可以適合兩天一夜 或者是三天兩夜 因為它這個森林遊樂區很大 然後在這邊走走啊 逛逛都 每走到一個地方你都會覺得很驚艷 還有白天可以看日出啊 然後晚上可以看星星或者是 雲海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奮啟湖啦 GO 我們現在在奮啟湖老街 然後準備要去逛老街 吃東西 那奮啟湖它的高度呢 是1405公尺的高度 然後它是阿里山的火車的中進點 然後也是排跑最高的老街 那奮啟湖 因為它的形狀像是本機的低蛙地區 所以才叫做奮啟湖 所以真的不是有一座湖在這邊 然後來到這邊啊 最有名的人 就是大家就會來這邊吃 鐵路便當啊 然後還有吃甜甜圈 鐵路便當呢 一剛開始呢就是 Seven跟他們合作 然後推出了奮啟湖的鐵路便當 所以變得很有名 所以這就是 Seven跟鐵路便當的起源地嗎 奮啟湖的大飯店 嗯 哇 感覺來這裡就要吃個便當耶 呵呵 你看怎麼樣 Seven就要在這裡開一間 你看奮啟湖門市 酷 後面拍張照 直接用鐵盒前面看著我 我覺得酷 好 旋風烤雞風 便利好一點 酷喔 好大 裡面 裡面有炸雞腿的高音彩 還有一個白蛋 哦 好貴喔 一百六啊 嗯 這雞腿蠻好吃的 它這邊裡面也就是用木頭 就烤雞排 對 難怪打開來就有個烤的香味 吃飽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買 奮啟湖的甜甜圈 聽說很有名 整路上面大家都把它一袋一袋一袋 好香喔 真的 好香喔 真的 算了 買一盒吧 吃吃看是不是牛奶棒 是 都還沒吃 嗯 牛奶棒 是呀 原型的牛奶棒 蠻脆的 蠻好吃的 很脆 這皮很脆 這個星空小木屋呢 就是當初吉米人在拍星空的時候的拍攝場景 它原本拍攝的這個小木屋呢 不是在這個位置 它是等電影拍完之後呢 才搬來這邊 這樣 那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這個 艾玉伯A處 好 往這邊 GO 好巷子喔 我們點了這個鳳梨檸檬艾玉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是70塊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種口味 像是桑聖啊 黑糖啊 等等的 你看它這個艾玉 喔 很厚實耶 這難怪沒辦法外帶啊 要用湯匙吃 對啊 好 我們現在逛完老街了 準備回家 這次的行程我覺得很棒 因為上次去阿里山啊 遊樂區那邊 兩天一夜差不多 或者是三天兩夜 就更悠閒一點 然後還有我們這次周邊的行程 像是我們昨天去的 二子平步道 還有阿江的家 然後今天來這個 奮起湖的老街 都很不錯 對啊 很適合放在這個 跟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這樣子兩天一夜的玩 對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